韓式炸酱面配上炸机 韓式餐酒馆整体空间高级又兼具湖泊氛围 换个场景新月航空吸手胡同硝肉 内部装潢处处充满巧思 和激烈赛事氛围最合拍的炸机 当然也不能缺席 大巨蛋炒美食公园 14间餐厅进驻引爆东区美食新话题 公园推出来以后 我们估计我们大概一年 可以有8亿元的营业额 那也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所招商 来到这些非常优质的餐厅 他们的营业的力道的一个期待 董作特别点名独特性 这就是这次摆货招商核心标准 即使像是一封堂这种大型品牌 想要进驻也必须做出改变 不只有拉面 更有沙拉 寿司 酒水等组合套餐 为大巨蛋商圈消费者客制化设计 可能是穿球衣进来会有不一样的优惠 或者说我们会针对比赛本身 推出限定的 例如说外带 适合球迷外带进场专用的套餐 购物中心十四家一国餐厅一一登场 Preserve用健康舒适和面包餐点 成为商圈亮点 宽敞空间一百三十个座位 绰绰有余 美食运动餐厅 Sport Nation标榜 纯度最高的运动餐厅 想狂欢没有问题 空间宽敞两百三十个座位 就怕座不满 凑凑火锅茶器 全台手电也开在这 破百座位营业到凌晨两点 大巨星港式饮茶餐酒馆 除了座位数充足 营业时间更是大突破 24小时什么时候想去都没问题 不止空间要宽敞 更要抢供 宵夜族群 这一带的地方它都营业到凌晨两点或十二点 那其实是一个很 可以聚集人群的一个群聚效应 轻涉装潢的早午餐 Bronch Bar Lily从早到晚餐点酒水都供应 从威士忌酒吧起家 同样看好大巨蛋商机 百货业者将大巨蛋跟信义机友商店 做出区隔 期待将这里打造成台北夜聚卧 完全整合台北信义松岩商圈 华氏新闻也要撞成我们今天也会帮我等 哈喽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